迎接电力自由化时代再加上AIOT技术的成熟 如何更智慧的用电是现在生活的这个重要课题 过去我们的节目曾经邀请过Unabeats来谈智慧电表 但深入到每一个家庭里面 其实还有更多聪明用电的可能 除了省电之外 我们还能做到把电力存起来 甚至是智慧化的电力运用条件 如何能做到 欢迎收听《创业新生代》 带你听见《创业新生代》 今天的《创业新生代》 我们要来聊一聊的是用电这件事情 邀请到的是高宇能源的CEO兼创办人 利勇 欢迎利勇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利勇 很高兴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我们今天要来谈用电 智慧化用电的问题 我觉得现在的听众朋友 或者是绝大多数的消费者用户 其实我们都很会用电 对我们来讲我们用电就是把插头插上去 把电灯开关打开 把电脑打开 我们就尽情地用电了 可是事实上在电如何输送到我们家里 我们的身边 其实我们是一无所知的 对那我们现在常常在谈智慧用电 智慧用电 要谈智慧用电之前 我们可不可以先请利用 跟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说以目前的民生用电来讲 传统的配电或用电的模式是什么 其实用电这个方式 在台湾的这些大家的感受 事实上我会觉得说用电这个模式 我就是用电而已 可是事实上从整个的发电 比方说这个核能或是蓝镁等等的 太阳能等等 它一直要很多阶段 一直输送到你真的可以用电的方式 事实上是经过很多不同的程序 增压减压等等的一堆 所以其实你可以在 比方说你家里的附近 可能会有一个区域 就是你会看到很多这个电线杆等等的 事实上 变电锁 对变电锁 那变电锁它事实上就是要把这种 从这个发电厂出来的 因为发电厂出来是非常高压的 是几千伏的 甚至几万伏 然后去做一个这个降压的动作 然后一直到这一个住户 所以它降了好几次压 才会到我们现在所谓的这种低压的使用 所以一般又会分高压跟低压 可是这些的这一个配置 事实上对我们来说是很遥远 因为这些全部都是这一个台电在处理的 那所以台电其实它也很尴尬的是说 它事实上 它不可能处理到你家里面 或是建筑里面的事情 对 所以一般我们都会去称说 用这个电表来做一个隔阂 电表前电表后 对 这个是大家比较专业的说明会去讲这件事情 那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 因为电表后就是家里的世界 事实上属于这个个人财产 所以事实上电力公司也没办法去做什么 对 那电表前这些处置配置才是他们的营运范围 对 那由于这种他不知道你在干嘛 尤其我们这种是传统电表 你可能才两个月收一次账单 甚至有可能根本不会管 都是可能半年货 而且还用人超表的方式 所以及时性是很低的 所以往往会造成这种不确定性很高 那为了要解决这种医疗容易 所以通常这个电力公司 他发的电一定要多很多出来 所以才会有一个 我们讲的一个这个被载容量 那被载容量多 那这些电会去哪 事实上就是要把它浪费掉 很有可能就是浪费掉了 就一定要浪费掉 因为你发出的电是不能回收的 就是要把它浪费掉 所以你要另外添购其他设备 把这些电给浪费掉 所以就会变成一个循环 那这个好处是什么 反正我不管 比方说我用100度电好了 对 我就多发一点 反正一定够用 那我的关键数字就是 我永远要多 OK 所以这个问题的关键 是不是在于就是说 传统的配电用电的走向 就是单向 单一性的 对 就是说电厂把电给发出来了 然后他就经过层层的处理 最后送到家里面去 是的 那他为了确保 加民生用户 就是每一个用电户好了 不管是民生或什么 每一个用电户 他都有足够的电可以用 他不会中断 他不会停电 不会什么的 那但是因为他 他得不到用户单的 实际的数据 所以他干脆就多发 是的 确保你不会饿肚子 所以我就拼命地喂你 喂你吃饱 然后你吃你你没有吃剩下的东西 你吃不到的东西 就是就是倒掉 没错没错 他的这个数据 他不是即时性的 你看他操表不可能 每天去家里操 是 所以才渐渐发展出 是不是我用这一个智慧电表 智慧电表 对对对 原因在这边 OK 那智慧电表是 就是在我们所谓的这个 AIOT的时代 智慧化用电的一个解决方式 可是它是唯一的解决方式 除了智慧电表之外 智慧化用电这件事情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或者是其他可以做的事情 其实智慧电表 在这个智联电网里面 它其实只是开头的第一小步而已 它只是打开了一个门说 OK我终于可以把 这个屋子的使用的数据 比较快速的回传回来 记录并且回传 对那事实上 这中间只是个开始 因为你有这个电表的回馈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有这些大数据 做下一阶段的事情 是 那下一阶段的事情 事实上 你就有办法去更有效的去规划 所以你就可能可以不用发那么多电了 你可以更有效率去预测 对 所以开始会有很多这种公司 开始做这些能源监控的公司 然后开始去对数字做有效的分析 规划等等 甚至是有些地方 我可能不需要用电 我可以在不需要用到电的地方 我就把设备关起来 用电端的电灯关起来 这也是一种方法 这个就是到第二阶段了 你有了数据之后 你接下来你就可以做一些行动 去针对这些数据做处理 对 那做数据处理 一方面就是使用者可以去做处理 他可以消减 消减他的用电等等的 对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需求量的反应 那另外一块 当然你发电端 有了这个数据之后 你也可以做相对应的调控跟配置 对 那这两端 其实中间如果有一个 这一个撮合者 可以去协调这两端 那其实他这个角色事实上有个名词 我们讲的是这个 聚合调度的一个角色 对 他聚集了需求端的全部用量 跟这个电力公司做一个 这一个资讯的交流 甚至他去管理这个action 对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去解决调控这件事情 那要怎么调控 他要把电存起来吗 事实上他有分很多个面向 像太阳能发电 风能发电 绿能发电 它是属于发电的一种 那发完电之后 因为这种绿电 它可能是 电力是比较浮动的 所以他必须可以有一个除电装置 他可以把电存起来 在我真的需要的用的时候 把它释放出来 所以除电他的角色 事实上在这边就很重要了 如果你没有这个角色 像我们早期的台湾 就是发了电 我就是把它打到这个电网去 是 所以 但是他量如果 过到某个程度的时候 那如果像阴天下雨怎么办 所以他需要一个调节的角色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除能 那为什么很多国家目前一直去 开始建设这个除能的角度 就是要去因应 未来我这个发电的来源 可能是不稳定的 那来源不稳定 那可能我就是用这一个 大自然的这种环境 热 风 太阳 才会是不稳定的 那用这个方式 有这个东西的时候 把它变成稳定 对 它虽然除能的价值在这边 那当然它有很多形式去弄 可为什么我们聊一下除电这件事情 就是说 因为我们谈除电系统的时候 第一印象就是 那就是存起来 可是事实上 事实上把能源储存起来 然后再利用这件事情 其实重点在于再利用 是的 重点不在于存 所以这个再利用会有哪一些可能性 可以做哪一些事 那做这些事分别可以达到什么样的功效 因为把电存起来只是第一阶段 那什么时候存 那什么时候用 这个就是很关键的 对 我要在我需要用的时候用 需要存的时候存 你可以去设定这些事情 去匹配的话 那我就可以做进一步 更有效率的去调控 甚至你可以做一些 比方说我在维修这一段的时候 我就可以做一些调控的切换 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关键 比如说我的发电系统停机要维修 应该说我的发电系统为了要维修 所以要停机 但是停机这个时候 我因为已经有先前除能除下来的电 所以我可以用除能系统里面的电 继续维持一切正常的运作 是的 那除电系统现在在全球市场上面 哪一些国家或哪一些市场 是比较成熟跟发达的 除电系统 现在比较越多国家是相继的投入 那像我们看到 它其实跟一个电力 我们讲电力自由化的关联性 事实上是高度相关的 像在欧美的话 事实上他们早在2010年左右 事实上他们自由化就已经很成熟了 那这个除能的市场的价值 是在当这个市场开始成熟之后 它的价值就会体现 因为如何去除能如何去用调度等等的讯息 它在什么时候 那个时候的价值点 事实上就会体会出来 那像在日本的话 也是从2010年开始左右在改革 一直到现在2020年 他们终于完全开放 也成熟了 可是他们也发展10年 是的 通常我们在看整个历史的话 电力改革至少都要花10年左右 对 所以像台湾的话 我们最近其实也很乐见 这个台电也开始要 往这个电力改革方向走 所以预计可能在未来的这个10年 也会走到这个跟全球一样 电力自由化的一个脚步 OK 那我们前面铺陈那么久 当然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这个高云能源的AI智慧电管家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 以除能系统为基本概念的一套解决方案 那接下来我想请Lion跟我们介绍一下 高云能源的AI智慧电管家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产品 它是一个硬体吗 还是一个平台 还是一套软体 事实上我们AI智慧电管家 它是一个硬体 它其实也是一个平台 那我们其实也有一个软件 对 因为整个的电力生态 你必须要串联这一些 那我们产品特色是 我们是打造个人的这一个 除能智慧电网 因为像市场上一般 我们达到的智慧电网 电力公司等等 它事实上是针对这种 你必须有这个智慧电表 对 你必须盖一个电厂等等 或者是你必须要一个很大的 一个大型的 比方说建案等等的 去做这些大型的配套措施 可是智慧电表这件事情 不是我自己说要换 我单一一户就可以换了吗 是 可是这是建物你才有办法 对 或者是 有智慧电表 或者是市政府 市公所 统一配置 全面换法 可是你家里有四个人 一家也只有一个电表 对 所以我们的概念是 我们打破这个智慧电表 一个成规 因为智慧电网 并不是每户都有 而且智慧电网 你必须买房子才会有 那我们推出这个产品 是希望说 它事实上 是像手机的概念一样 对 你每一个人 有这个机器之后 你自己的账户 就是一个智慧电网 所以变成是一个 个人的智慧电网 对 那当然这件事 对有些人听起来 会不太可能 对啊 但我们现在就是 正在推广这件事情 那可不可以 跟我们介绍一下 使用场景 因为我知道 甚至你们推出了 这一个 一台一台的 这个AI智慧电管家 甚至是可以堆叠的 它不单单是 就是一家只会有一户 这刚好呼应 刚刚有用讲的 就是说 一家如果有四口人 四口人也是 共用一个电表 但是 我如何去 个人化的 去有效的管理 运用电能这件事情 可能透过你们的产品 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可不可以 从使用场景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AI智慧电管家 不同的功能 然后它大概可以 带来什么样的效益 其实我们 AI智慧它算是一个 整个完整的 这个 除能系统 跟整个的浓缩板 你可以这么说 我把它整个 大型的这个系统 我们把它围形化 那并且呢 我们为什么会利用 这一种 除电模组的方式 来去设计 是因为并不是 每一个人的用电 都是 那么多的 都那么多或那么少 是的 那我们希望是说 我们会有一个 基本组 那基本组 你如果不够的话呢 你再去添购就好了 对 所以是非常有弹性的 而且我们添购的方式是 你想到 需要用到时候再填口 并不会说 我一开始就要预约好 嗯 那这个技术的话 当然相对 是比较复杂的 那因为我们以前 有开发过类似的技术 我们把整个技术 移植到这上面 所以我们可以 做到这件事情 那它的好处是 等于是你这个 是你个人的 这个智慧电网的 这个电管家 所以我们才起名 它这个名字 对 那你有这个东西的话 你除了可以去 协调其他的这种 比方其他区域的 电管家之外呢 你还可以很轻易的 透过我们的软体呢 可以跟电力公司的 一些平台做对接 嗯哼 那除了有效的 削减你这个电费之外呢 事实上你还可以 帮助电力公司更多 刚有提告说 电力公司可能需要 做一些调度等等的 嗯哼 那电力公司 可能会发出一些邀请 说你这个设备的 一些电力 可不可以借我用一下 嗯 类似这样子 那你可以很简单的 透过我们的软体 跟平台 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了 不用去做 这些繁杂的 复杂的申请 嗯哼 那你很轻易 可以参与这个机制 那这个机制的好处是 呃 透过我们呢 可以让电力公司 结下来那个成本 电力公司上会把这个 成本会反馈给 嗯哼 协助他的这些使用者 嗯哼 那事实上这个角色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那个聚合调度一个角色 对 我们让这件事情 变得很简单 对 他呃 我们产品大概就是定位 这个角色 做于电力公司 跟这一个 一般使用这个桥梁 那你刚刚讲的 那个用电调度是 不仅限于 一户家庭里面的 多台的 智慧电管家 我有可能可以协调 这一整个社区里面 是的 甚至是 再遥远一点 也就是说 呃 有人用电用的比较多 需求比较多 有些人的电 用的比较少 存的比较多 这个时候 他可以从远端 把这个电调过来 没错没错 这个就是P2P的 一个概念 哦 我们把像 因为像现在台湾是 南电北送嘛 是 对 我们把这个概念 把它落实 变成点对点 P2P来进行 对 因为呃 像国外早期的案例 做P2P这种 示范运行 它需要 整个完整的社区 整个硬体建设 去重建设 所以是 费用是非常高昂的 又必须要有 政府的专案等等 那我们是利用这种 微型化这种产品 对 让它落在每一个住户 或每一个人身上 他利用我们里面 这一个 IoT的功能 对 去打造了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能利用 这IoT这种大数据的 这个 这种技术 让这件事呢 变得可以很简单 有没有实际去 实际去计算过 就是 使用了AI智慧电管家之后 对于消费者 或者是对用电户 可以带来哪一些 实质的经济效益 比如说 呃 我们刚刚谈到的一个是 我可以在 离封的时候 除电 在 在尖封的时候 用电 那当然我就可以 省下电费 那另外一种是我 协助的电的调度 电力公司 其实是会给我实际的 实际的回馈的 可能是 减免 或者是 津贴等等的 那 呃 你们有没有比较过这些 呃 实质的经济效益的 的 百分比啊 或者是有没有相关数据 可以跟我们分享 呃 这种电力调度 对 使用者来说 其实 刚才提到 其实最直接的 就是呃 我尖封的用电 跟离封用电的 电价差的转移 可是这只是 最基础的这一步 对 那 接下来 呃 你就可以打造 更个人化的用电 比方说 我可以把 呃 这个 比方说洗衣服的时间 嗯 比较浪费电 我可以摆在这种 呃 电价最低的时候去用 嗯 这种很个人化生活习惯 又可以 除了 个人化生活 你还可以把 这一个 电价 去做有效的 调节跟利用 嗯 那像台湾的话 呃 也准备要导入这种 三阶段用电的 明年 所以你可以 很轻易的 使用我们的产品 就做到这件事情 你可以很精准的掌控 什么时候要 用电 什么是三阶段用电啊 就是 呃 电费除了 离峰跟尖峰 它又多了一段出来 哦 等于会有三个时段的电价 是不一样的 嗯哼 嗯哼 那像在日本的话 它是每半个小时的电价 是不一样的 哦 呃 比如说 包含现在台湾 台湾现在蛮鼓励 很多的 很多 尤其是中南部 哦 有自己有 家里有房子的 然后屋顶会 会架太阳能板 OK 然后 当然现在 现在 呃 有装设这些太阳能板 等于是 自家屋顶 就是小电厂的 这些 电厂拥有者 现在的做法 就是他们发的电 基本上是卖回去给台电嘛 卖回去给电力公司 电力公司 会用还不错的价格来收购 可是因为政策的改变 好像在日本 这些太阳能的 的 小电厂的拥有者 他们可能即将要失去 还是已经失去 我不太确定 就是已经 已经 即将要失去这种 就是卖电的优势 那你们的设备 对这样的 这样的形态 或者是这样的发展 一样会有一些什么帮忙吗 像日本其实它已经 呃 结束了他们 我们所谓的FIT 就是呃 固定卖电价的 这个机制 嗯哼 那合约到期之后 你事实上 呃你要 你可以再续新约 有些可以有些不行 要看你的设备 他就会去评估 嗯哼 那新的方案 有可能你用的电 反而比你卖的电还贵 所以一般使用者 不太喜欢再去卖电了 那他会想办法 对想办法 把太阳能发电给自己用 因为太阳能可以20年嘛 那可是他们又碰到一个问题 早期盖的这一个 太阳能板供应商 你要做一个除电装置 可能这个系统是不相容的 嗯 所以等于是你也 他要全部整 他要全部换 嗯哼 那其实对一般很多使用来说 是不太愿意的 那我们这一个呃 智慧电玩家 事实上就可以很 很轻易的在这里凸显我们的特色 因为我们只要呃 随便找一个家里的插头插上去 就可以完成这整个 所以你们的安装是非常容易的 是的是 我们就有点像线上购物 你买了一个产品寄到你家你自己把它打开插上线 就就就这样而已 那可是对于这些用太阳能板发电的用户来说 他们太阳能板发出来的电怎么怎么到智慧电管家里面 事实上是这样呃 日本有个好处是他 全部屋内的这些设备 对的通讯 对 他事实上是有个规范 嗯哼 你只要follow这一个规范 嗯哼 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我到底太阳能发了多少电 嗯哼 那利用我们的产品呢 我们可以去接受我到底要除多少电 所以我可以很无缝的把太阳能电直接接轨进来 嗯哼 所以这个这个就是呃 刚才提到说事实上我们把很多功能全部集中在我们这个产品上 所以他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呃 是不是说因为就是日本他们自己自家发的电 其实已经跟这一户里面所有的 这一户的电网已经是结合在一起 是的是的是的 对那智慧电管家的优势在于 你可以轻而易举的用插进去家里插座的方式 你就加进这个电网里 没错没错没错 然后就可以把它接收进来 是是是 你不需要你不需要为了要能够用这个除电的设备 而去换掉你整个重新配置你的电网 完全不用 是智慧电管家的优势跟强项是在于说 你们是呃 呃 easily to be adopted 是的是的是的 OK OK 原来是因为这样 好那那可不可以聊一下你们主要客户跟商业模式 你们是呃 现在好像第一个主要的市场是在日本 是的 那在日本你们的发展是直接去对家里的用户吗 还是你们是对比如说电力公司 目前呢 呃我们对日本的这个客户事实上有两个变相 刚才提到说 当然第一个就是呃 比较大型的电力公司 我们讲日本十大 那其他呢 大概就是我们他们俗称的这个新电力 也就是说拥有这个受电制造的公司 他们叫新电力公司 那事实上这两个都是我们主要的这一个客群 对 然后再由他们去导入给这一个一般消费者 嗯哼哼哼 那他其实呃 针对一些诉求事实上都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每一个区域的这一个电力发展的状况 还有他们的使用者哦 他们的需求事实上是不同的 那我们产品其实有点半客制化 为这些这一个电力的设备去达到他个人特色服务 那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喜欢我们产品哦 嗯 因为我们可以很容易提升这些新电力公司的竞争 竞争利哦 嗯哼 因为光这个日本新电力公司就呃 未来可能会上看一千多家哦 那这么多家 他 早期都是从自由竞争 他也是需要跟这个大型电力公司买电 然后再卖给一般使用者 大家都一样 所以只能比谁便宜 大家利用会越来越薄 当然政府就是希望这样 让这个店价下来 可是对新店链公司来说 这样我越来越没赚头 可是有了我们这个产品之后 它可以在比较好的时机 多买一些便宜的店进来 我卖的时候 我就会卖一个好价格 所以可以很快速地提升 他们整体的竞争力 所以我们现在有非常多 新店链公司开始询问我们这个产品 等于是说你们让 让除电 或者是电的交易这件事情 多了更多的选择性跟可能 那也就会提升在交易的时候 这个价格的竞争力 没错没错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 因为现在那么竞争 事实上客户只要 你的店比较便宜 我就转过去了 他们比较没有什么 绑越不绑越的概念 因为 你要怎么绑 你绑不住 可是透过我们产品 你就可以做 跟产品去绑约 等于是你可以客制化 它的资费 所以未来这个电力时代 事实上会跟我们 很熟悉的电信服务 会是一模一样的 你就买一支手机 你每个月付一点点手机费 可是你的这个资费 你的电力资费 可能相对比较便宜 等等的这些 我锁你锁两年 等等的这种方式 就会衍生出来了 OK 那台湾呢 你们期待在台湾市场 推广的模式会是什么 台湾的话 因为刚才提到 因为台湾才正开始 那事实上 我们也有所谓新电力了 因为 其实台电已经发了 几家有执照 可是因为我们整个生态 还不是那么健全 因为常开始 所以我们是期望 直接 自己也可能就跳下来 做这个角色 对 那初期就是 我们跟一些 台湾电厂合作伙伴 一起去推出这个服务 让大家去体验说 什么叫做这个 电力自由化的概念跟感觉 你们会有其他国家 或其他市场开发的计划吗 除了日本跟台湾之外 目前因为目前 目前日本是最积极的 因为他们这个市场 已经打开了 对 他除了这个电力交质 目前当然还是政府的 可是他已经开始开放 给一般这一个企业来投资 像我们知道 比较大家的 比方说Sony啦 Kursera这些大型企业 等等的 都已经开始投资这一块 对 那我们另外一块 事实上我们也很积极的 就是在刚才提到 更成熟的市场 就是欧美 欧美市场他们已经 我们讲的这一个 电力1.0的时代 已经很成熟了 他们也是迈向这个2.0 等于是这种调控等等 早期可能还是用一些 大数据行为模式去做 那下一个阶段 就是开始导AI了 然后AI你这个人工 等等的成本会更低 整个效率会再更提升 那我们产品呢 事实上有很健全的 这一种AI控制的这一些 我们讲的API这种界面 让这些新电力等等 可以很快速的去对接 所以他们也对这个东西 非常感兴趣 OK 那所以展望未来 你们自己定位 你们希望高瑜能源成为一个 可能是在智慧能源 还是智慧电能上面 办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未来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一个 我们讲个人化的电网 在更大力的去对 让大家可以更体会到说 未来我对电的关系 不是再那么遥不可及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产品 让你像这个电力 电力像电信一样 你跟手机的关系 变成电力跟我们智慧电管家的关系 可以很亲密 你可以透过它 它可以很个性化的去调控 那在台湾呢 我们希望把这个服务呢 希望也可以带给这个 台湾这一个 让大家也感受到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未来 在明年的时候 推出这个服务 大家可以一起去参与这个 去体验说 到底未来这个电力的革新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样貌 它未来会如何冲击 这个你的这一个生活中 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 能源越来越贵 但是钱也越来越小的趋势 今天透过关于能源利用的介绍 我们听到了一个已经完整 而且成熟的解决方案 让电表之后的这个用电环境 除了更加的智慧化 也更弹性 更为个人化跟自由化 明年关于能源将与民间电厂 与业者开设的体验门市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门市一探究竟 而在这之前 大家可以在创业小区的网站上面 看看关于他们的深入报道 《创业新生代》的节目 每周都会固定更新 并且在KKBOX First Story Sunon Spotify Apple Podcast 还有Google Podcast上面播出 欢迎不同平台上的听众朋友 订阅跟分享我们的节目 和创业小区一起共同关注更多的 《创业新生代》 志愿者 世代 DOT 表